请收看维新世界天下一家亲 双举族的强图 一万一心 何够随那种 同时在今 远龙的将军 以我占世之不患 忘记转战已丢心 往常占担 占担占 各位显示同修 善信大德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下一家亲 客家戏是台湾唯一传统客家戏曲的摇篮 曾去戏曲前辈传承的珍贵宝藏 开创客家戏气曲的新局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就是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客家戏学系 刘立珠 刘老师 以及江梓威 江同学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刘立珠 大家好 我是江梓威 是 老师大概学生是客家系的学生 是 他目前是我们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是 老师在这客家系区的学系里教学有多久了 我从民国九十一年就是一 二零零二年进入到客家系 快一点 相当长了一段时间 是 十来年了 是 那交起这个客家系来会不会很辛苦 不会 其实跟学生在一起很快乐 但是当然辛苦也是有的 因为学生从不会到会 就必须要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的 慢慢的磨练 尤其像我身边这个江梓威同学 他是外省人 他不是客家人 所以他必须要从国语 国语要转换成客语的这个时候 他还有一段的训练跟学习 那梓威 你告诉我们 因为你是外省人 可是客家话不会讲 那你进来这个学系里面 你怎么样去应对这个客语呢 就是遇到一直就是念不出来的声音 音调字就会一直要问老师同学 是 对 好吧 那我现在考考你 你对着我们的观众朋友 用课语问候一下好不好 观众朋友太加好 观众朋友太加好 还会害羞 会害羞 好 你今天试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金里金 你今天呢 金里金 金里金 好 老师现场教学啊 是 真的才二年级了 其实要好好的学 因为既然要来进入我们的客家系去 除了认识我们的整个剧本的 你该讲的话之外 多学一些其实多了一种语言 其实也很好 虽然客家话很难学 不过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我们客家系学系呢 最主要的发扬的重点是什么 其实客家系真的是我们客家人 唯一的一块宝 这个宝啊 不管是在语言 在戏曲 在文化 在歌唱 在山歌 各方面来讲 它都非常非常的丰富 尤其是山歌小调 九腔十八调 这些东西在我们客家来讲 通通涵瓜在这个戏曲里面 所以我们客家戏曲是曲 也是戏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呢还是语言 就是要有客家语 是 是 老师那我可以请你现场用那个山歌啦 或者是你想唱一段戏曲给我们听 一段就可以了 一段 好 那我就唱一段这个小调好了 好 唱一个这个 这个 瓜子仁 瓜子仁 瓜子仁就是小调的名字 好 好 哇 好棒喔 虽然我听不懂里面是唱什么的意思 可是我觉得这个音乐真的非常的美喔 所以学生我们的子薇 你有没有办法像老师这样唱 嗯 现在还在磨练中 还在磨练当中 所以说老师教这些的学生们 他们从不会讲课语来上 学这个课 客家学系 那有些是可以讲课语 这些学生们他们呢 教学上他们学习的态度可以告诉我们吗 可以 我们的学生呢 有分直升生跟非直升生 所谓直升生呢 他们就是从国中一年级的时候 进入到这个学校 就开始有一连串的一个磨练 那这个课程里面呢 有包含了我们的语言 有基础的唱腔 有基础的这个声段 这些声段包含了我们的所谓的 毯子功 基本功 那这所谓的三功呢 其实戏曲科都是一样的 但是在语言跟唱腔方面就不同 那所以直升生呢 在这个时段呢 他们就从国中三年 高中三年一直到 直升到大学四年 所以是十年一贯制 那可是像紫薇同学呢 他不一样 他以前在外面学的是 可能是肢体的舞蹈的比较多 或者是表演 但他对语言这个块面上 是比较弱一点点的 所以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在主修的时候 我们就会比较针对他的语言 跟他的唱腔方面 给他多一点的帮忙协助 是 所以紫薇告诉我们 就说你以前还没有进来 我们的客家系的时候 你是学什么 进来之前我都是学舞蹈方面 对 是跳哪一类舞哪一种的 也是芭蕾吗 现代舞 现代舞 或街舞 街舞跳得好极了 是啊 然后呢 你转到这传统戏曲来 你有什么差别吗 差别很大 譬如 像 音乐就是方面就差很多 对 然后还有肢体的方面 是 可是紫薇在学习上面非常的好 是 不管在各方面的柔软度 腰跟腿的训练方面 他都非常的 很快的就能进入状况 是 我看也是这样 因为紫薇看起来非常的聪明 紫薇您告诉我 这个状况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对 完全自己画的 连造型也都是自己要来 对 他才刚刚进来学校一年多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所以说 如果你有看到我们这个单元的节目 你就知道了 紫薇其实是大学才进来的 但是呢 现在才进来一年 可是呢 就能够有这么样好的一个成果 我相信呢 在您这个往后的这个四年 你把它学习完成了以后 也不简单了 老师是不是这样的造就一下 当然了 我们就是希望培养一连串的 有一个 专门为戏曲人才或者是 不管是戏曲人才也好 在语言或者 甚至于就是各个层面的文化的 艺术方面 都能够培养一个好的人才 甚至能够 就是导引他们能够欣赏艺术 欣赏这个文化 所以说 刚刚老师您有清楚 参唱了这个小调 客家的小调 我觉得非常好 那我请问一下 客家戏曲有别于其他的戏曲 它的特色在哪里 就像陈如我刚刚说的一样 这个客家戏曲的最大的特色 还是在于他的戏曲的唱腔 跟他的语言 是最大最大的不同点 那因为客家戏曲主要呢 是以小丑为主 小丑 对 在误谐递逗趣 是 丑为主 所以他是活泼的 很活泼很活泼 非常非常的有趣的 是是是 所以紫薇 你又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了 街舞在跳是非常的随性 雖然他也有一些技巧在里面 但是你现在来学的这个客家戏曲以后呢 你觉得他这个活泼的程度 你可以学习来吗 可以啊 就是自己个性也是很活泼 是 是 我相信 老师今天也有带了几位学生一起来接受访问嘛 是 但是我想就是说 藉着这个机会呢 你也可以告诉更多的人 来加入我们的客家戏曲学习 是 欢迎所有就是对客家戏曲 或是对表演有兴趣的人 我们从国中一年级就是12岁 等于是国小六年级毕业之后呢 就可以来报考我们的学系 那这是一个阶段 从国中一年级开始受训 去开始训练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在大学一年级就高中毕业的时候呢 可以来报考我们系 我们系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系 全方面的全方位的一个训练跟培养 是 所以我们谢谢老师还有紫薇来接受访问 我们还有两位同学来谈谈他们学习的个人的心得 谢谢老师 同学 谢谢 谢谢 好现在呢我们来请 我们来国立台湾系曲学院的客家学系的学生 这两位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廖慈婷 目前就读国立台湾系曲学院客家系学系大学二年级 大家好 我叫张艳慈 我目前就读国立台湾系曲学院大学部二年级 客家系学系 我看这两位学生真的不得了 我对化妆虽然不懂得很多 可是我知道你们的画风画得非常的好 已经四年级啊二年级 所以说你们是来学校已经几年了 我是职生生 所以是从国中就开始就读 然后读到现在大二 五年 十 七年 七年了 那你呢也是七年 不是我是外考生 外考是什么意思 跟紫薇一样 就是大学才读的 好 告诉我们你都是客家人吗 嗯 我爸爸那边是客家人 那你呢 我爸爸也是客家人 是 所以你来上这个客家学系的客载系 诶 客家系 你觉得可以吗 嗯 一开始还是跟平常讲话就是有不一样 但是就是 越来就是越 就是有 就是感觉就是不错 是是是 那那个慈婷呢 你呢 我就是 一开始进来会有点不习惯 对 可是后来就是学着学着就是 就习惯了这样子 然后不懂的都会问老师或同学 嗯哼 对 那当初为什么想要进来这个学校 来插班进来 学习客家系呢 因为高中是读私立的 想说就考考看国立的 给自己一个机会 然后又觉得就是传统戏曲很特别 是 对 然后就想要学看看 对 那所以说你学看看 学了两年了 你觉得这个看看对你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还蛮有前途的 如果好好学的话 是 我想应该是的 那今天的妆都是你们自己画的 嗯 那虽然因为等一下要做表演 但是还没有做戏服嘛 对 那画妆要画很久时间吗 嗯 就是我们是一开始就是也是会有一段时间 就是去适应 然后就会越画越快 对 就差不多 现在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 连妆连 对 头发 所以说其实每一次呢 我们访问到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学生的时候 他们第一步进入了我们的台中道场 还没有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电视台 就是马上到了我们的教室的地方 开始要把自己整装打理一下 从最素颜一直到他的各个所扮演的角色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打理 所以我想就是说你学习了这个客家系的心得 可以分享给我们大家一下 嗯 因为我从小就是学舞蹈 然后后来就是经过老师介绍知道这所学校 然后进来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嗯哼 就是从从来都不知道有就是系这种感 系这种就是剧种 然后到现在已经就是已经就是在就是可以自己演出 对 是是是 那你呢你的心得呢 我的心得就是我才刚进来两年 是 对然后因为之前也是学街舞 哦 学一点街舞这样 是 对所以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就是有点 学的时候会有一点吃力这样子 嗯嗯嗯 是是 那有参加过学校的表演了吗 有 对外表演都有了 嗯 学校就是 的招生表演 招生表演 嗯 也慢慢的又进入一个更大的场面了 对 因为学校我知道就是说 我们系续学院呢 其实有很多的活动 有很多的表演 嗯 那你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了 对 你有参加过多少表演了 多几场了 嗯 像我们之前有参加厅奥运啊 然后国庆 嗯 然后就是一些对外就是的表演 是 对 是 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在我们的 嗯 客家系里面哦 这个学系里也出了 一位金钟奖的影帝哦 还有入围的金钟奖的这些学生嘛 嗯 那当然哦就是说 对他们的学习 希望以后你们也是朝这个目标来做吗 嗯 就是 就是每一种 就是我们 其实我们学校的学生就是对 每一种表演艺术都是蛮有兴趣的 嗯 就是都可以试试看 是 嗯 所以你还有三年毕业嘛 嗯 对 你也是嘛 因为你擦班进来 嗯 然后有没有想说在学校再继续来进修呢 目前就是我们都是 就是持续在学习 持续学习 对 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 未来 可能就是 就是一直朝着就是客家戏这个方面 就是演员 就是走 嗯 走演员也不一定要有客家戏嘛 对也不一定 因为你学了以后你的身段啊 你的肢体啊 你的那种表达已经都非常好了嘛 嗯 尤其有像是瓷亭啊 瓷亭长得非常的好看啊 那包括你也一样啊 那以后想一定都是要演客家戏吗 嗯 就是 其实各种表演我们都可以接受 因为就是 各种元素 就是表演的元素 我们都可以自己吸收 是 那有没有想说以后可以到国外表演 思婷 嗯 如果有机会就是 当然可以啊 是 就是非常的乐意这样子 是 对 家里一定非常支持吧 嗯 你住在学校爸爸妈妈有常来看你们吗 嗯 我假日都会回家 是 家里住在哪里 家里住在台北 台北 那很近 那你呢 因为你从国中就进来嘛 嗯 那时候会很想家吗 住在学校 很想家 因为我们就是都是从各 我们班都是从各地 就是去台北 你是从哪里来 我是从台中去的 哦是是是 所以你这次来台中应该很好吧 就是回到自己家的感觉 是是 你应该当初要请你妈妈过来看你的 哈哈哈 非常的好 所以说我们看看 学生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空间来学习 尤其在我们的国立台湾西区学院 其实师资都是非常的好 那学生呢 大家互相的鼓励 那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他们 就是这么样的正点 就这么的乖 所以我想利用这一点时间 以你们来 跟更多的朋友说 请你们来加入我们的 国立台湾西区学院的客家学系嘛 来 欢迎大家喜欢表演的人 都可以来考我们的客家系 思婷呢 欢迎大家就是对表演有兴趣的人 都可以来考客家系 而且学的东西很不一样 是的 会不会很难考问题 我们其实就是只要对表演有热情 就是比较活泼外向的都可以来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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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